这次的FF7 EC及全部FF7系列故事余一生 多条故事线 赛菲罗斯少年篇 有爱丽丝 有泳装地法 课金转弹要素一个不缺 你就告诉我 How to lose 哦 我忘了 它是史克威尔的游戏 辖着2020年FF7 Remake的气势 2021年初 史克威尔ANIX推出了两款FF7的相关游戏 分别是已经在今年1月结束营运吃鸡猎型的The First Soldier 仅仅活了一年三个月 另一款就是今天的主角FF7 EC 原定于2022年上市 却无声无息了好一阵子 才在去年 也就是2022年底 FF7 CC核心危机重制版的申放前 突袭了手游的最新情报 让不少的FF迷们可说是既期待 又怕受伤害呀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太想碰 因为封测的时期需要用VPN代表八成的正式版也跑不掉 再加上身边的手游已经不少 实在不怎么想下坑 但是呢 因为这个推特被洗版 洗得我心痒痒 再加上那个延期又延期的FF7 Rebirth 不知猴年马月才会出来 好吧 我就跳一跳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就当我再信你FF7一次吧 怎么说也是我国中时期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附近游戏 那个音乐和那个标题出来 感动度呢 真的满点不夸张 开场就是克劳的VS赛菲罗斯的教学战 打一打呢 就被砍回老家 由咱们CC的男主角Zack扎克斯接手 随后带出了FF7 EC的标题 然后 他就回收利用Remake的资源啦 不是 你不能想说大家过个三年 就已经忘记你们Remake的开场动画了 你是不是太小瞧玩家们的记忆力啊 虽然第一时间我是这么想 不过老实说Remake这版的开头 本来就做得很不错 考量到又是FF7打底的游戏 确实也没有必要再重做一次 以游戏开发商的角度完全可以理解 随着咱们金法帅哥搭火车 雪崩成员登场 游戏就进到可操控的第一次魔光炉破坏作战 哇 这个预告片看过归看过 这个还原那期待原版的场景和人物 那个感觉滋热一下就全上来了 虽然不像当初的PlayStation版 那么的有能有脚的方块人 可是你看他那个手脚抖动和身材比例 必须要说他真的很懂一些老玩家的心 主线就是很简单的跑地图 有一些小宝箱可以开 前期可能是些钱啦 小素材或者是水晶 应该是没有什么太重要的东西 战斗扣掉强制战外 乍看是和以前一样的随机触发 实际上还是定点 我试过不走到下一区域在原地晃来晃去 也不会撞到新的敌人 打完BOSS的蝎子机器人 是的 这只也是重复利用FF7R的素材 毒星爆炸就可以到下一段的剧情 和爱丽丝的相会了 虽然说素材大多是Remake来的 故事好像比较偏向原版 像是一开始爱丽丝没有被黑影袭击 回到第七天堂的时候 可以选择将花给蒂法 或是巴雷特的女儿玛琳 感觉就像让玩家回味 或者补完初代FF7的剧情 顺便衬托出Remake系列的不同 战斗核心是用七代Remake的ATB方式 每个人最大七格行动槽 各种招式或者魔法 会消耗不同的行动槽 可以切换不同人物放招 如果你指控自己的话 AI也会进行最有力的行动 除此之外 整队也可以切换 进攻或者是防守的风格 进攻风格随着时间越久 攻击力会越高 破坏敌人的体态也更有力 防守风格则相反 随着时间流逝 防御效果和回血的buff 反而会降低 因此FF7EC整体来说 是鼓励进攻的 遇到敌人有大招的时候 瞬间切到防御模式 减伤跟回血 战略性很高是没错 但是因为 这一次EC的AI异常聪明 其实可以直接开AUTO 然后倍速放给他自己打就好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 Limibreak极限技 一定要用手动的方式去开 抽卡就大家最在意的点了吧 EC能抽的只有武器 每把武器最后都能升满五星 而且继续突破 同样一把在卡池中会有各种的星术排出 差别就在于转换后的突破碎片 讲白点就是你抽出五星武器 在突破上会比较有力而且快速 即便你没抽到五星 迟早也能慢慢涂上去这个样子 往好处抢是人人有机会 坏处就是武器升级的坑很大 装扮Skin比较特别 它有点像是抽卡的副产物 每次10抽会有机会翻出 加1到加5的印章数量 当然还有什么超低几率的加12 我们先拿它不存在好了 随着印章点数增加 会有对应的奖励 6、18这两个位置可以保底武器 12跟24则是装扮 换句话说最坏的情况下 你要120抽才能有个地法的泳装 至于算高还是不高 就很难说了啦 其他养成就是妥妥的手游感 像什么远征拿素材的路行鸟农场 造船舰的模式系统 日常任务等等 还有各式各样的礼包 我就不赘述了 大家自己摸一摸应该很熟 接下来就来讲讲 我自己对于这整个FF7EC的优缺点 以及推不推荐你们玩吧 优点最大不外乎就是情怀卖得很好 主线那个看地图 加上半方块人的动作 让初代FF7的回忆都涌上来 本片和CC的剧情还原度算高 即便没玩过原版 也可以清楚知道故事 当然我还是建议 有机会可以自己玩一遍 真的很棒 战斗很简单 就像前面讲的 AI强到爆炸 我都觉得AUTO比我手操打得还好 只是注意这个极限剂的施放 对于手餐或是亲玩家来说 没什么难度压力 就武器角色养成上去都OK 小可惜就是 我觉得反正你都AUTO了嘛 官方干嘛不做个什么自动极限剂 不然这样我就不用盯着荧幕看了 作为FF7的全载体 根据之前的报道会收录其他作品 包含2004年的手游BC危机之前 电影版AC降临神子 2006年文森特为主角的FF7DC等等 以及EC独有的少年赛妃罗斯片 算是一个FF7极大成的故事 特别是新玩家可能都没机会接触到旧作品的情况下 想复习整个FF7世界观来讲非常方便 官方目前是说一个月一张节的更新速度 嗯...好 我们是希望它能保持啦 缺点部分呢 最大的问题就是日版全程榜的VPN 国际服目前只有英文可以玩 不知道最后会不会有中文版 嗯...就等吧 同时身为一个作业性高的手游 居然...居然...它没有扫荡系统 2023年你信 只有一个三倍耗体三倍回收的机制 想要更多就得要买个7日强化票 但就算你买强化票也只多了一份报酬而已 只能说官方似乎想严重控管素材的强化进度 避免N game期太早 玩家无聊 那...那你好歹让我auto自动开大招吧 素材呢重复利用的非常的多 和吃鸡的FS一样 大量使用了FF Remake的资源 甚至这一次还加上了CC Reunion重置版的部分 呃...讲白点 就是想多回收利用一下 这次整个FF7重启的成本 营收呢可能maybe或许 会用在未来的FF7重置版 可以理解 那这点能不能接受就看大家自己了 我是觉得...勉强OK啦 虽说这次一开始就有RemakeCC和少年赛菲罗斯的故事 但并不是想看哪篇就看哪篇 它是彼此之间会卡进度 一开始就原版 过完第一张调到教堂与爱丽丝相遇后 就强制你要去玩CC的故事 等CC玩到一定才能再开启少年赛菲罗斯片 考量点应该是让玩家更熟悉整个故事跟人物登场的顺序 但是呢 对只想看特定作品的人就很不友善 而且它可是无情的手游天尊Square Enix 财报要是不达标可是会一言不合就官服 根据之前网友做的统计 从2012年到2022年8月SE发行的手游 上载营运的只有13% 更有高达32% 活不到一年就夭折升天 考量到FF7呢 是新的神主牌 或许多多少少有点续命的效果 但要是营收真的太烂搞不好克劳德连米德加没出去 游戏就官服了 总而言之呢 作为一个手游来讲 它是有不少便利性的缺点 可是那个小地图和三头身的半方块人真的太香了 有一种重温当年FF7的感动 对于新玩家来讲 这也是个很好的机会去了解FF7的相关系列作品 当然啦 前提是游戏有持续更新 如果不建议VPN的问题 我还蛮推荐喜欢FF7的新旧老玩家都可以摸一摸 老玩家回味 新玩家品尝 算是两边都很讨好的一个作品 至于要不要课金 就看你们自己啦 考量SE能用的模组跟素材量 我是觉得慢慢玩比较实际 反正就像我说的 reverse出来前 八成克劳德是离不开米德加的 唉 我是爹 感谢大家收看 对FF7EC有什么想法都欢迎留言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